各位投票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股市米其林 我是謝文綺 那今天8月2號 好今天大跌 現在跌下來大概快1000點 投票今天跌的最高跌到1000點 哇好像又是一個歷史的數字一樣 當然前面也有過 可是今天早上好像7、800、600就很多了 沒想到是尾盤再繼續殺 那當然我們要去想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投票我必須講 當然我前幾天一直說 7月整理完8月會上漲 昨天8月1號沒錯 直接漲了400多點 結果今天怎麼樣又下來了 還跌了1000點將近1000點 怎麼會這樣好不好 今天我節目我會把一些我覺得 認為的因素跟你們講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句話 拉回真的又是一次買點 你們要把握這一次每一次拉回的機會 好不好真的一定要把握 不要覺得好像今天跌下來就沒有希望沒有機會了 不要這樣想 真的有時候拉回啊 你們要敢去做動作 做一些調整 不要等漲上來了又再眼睜睜看著怎麼樣 早知道我前面買早知道要買早知道要買之類的 對不對不要這樣子想好不好 那當然你們有看我節目的好不好 真的我希望來跟著文奇我一起動作 你們會知道怎麼做對你們是最好的好不好 那當然今天一樣我的Line小鼠MV57幫我加進來 還有YT頻道也幫我訂閱 那裡面真的 像我其實早上也有放了一些資訊給你們去看 可以的話真的幫我加我的Line進來 裡面的記事本 其實我都會丟一些訊息出來給你們去看 可以你們看不買也沒關係 就當一個參考 可是至少有一些新的東西給你們 外資評論怎麼樣跟你們講 好不好 真的我的Line小鼠MV57幫我加進來 還有持股有什麼問題也真的一定 你們說這一波下來持股怎麼辦 對不對 都套住了 老師 其實真的早上全部人給我的股票都是套住 我也曉得 這一波下來全部受傷 沒錯 可是你們要去想有些股票還是至少抗跌 線型沒有這麼醜 你們要找到這種股票要換到這種股票來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開始反彈就是先漲這一些 強勢的股票 抗跌 逆施抗跌的 你們要敢換 換進來 下一波先漲的就是這些股票 好不好 真的小鼠MV57幫我加進來 那當然從美股開始 大家昨天晚上好像又被嚇到對不對 這是前天的對不對 好像都漲 昨天台股也漲很高興 結果一天變這樣 投票我們去分析一下好不好 前一天好像說道琼漲0.24% 昨天跌1.21% 納斯達克漲2.64% 昨天跌了2.3% 好像把前一天的漲幅跌回來 也沒有差到哪去 S&P500漲1.5% 1.58% 這邊跌1.37% 也是一樣 其實跟 S&P500 跟標普500跟納斯達克其實差不多 就是把前一天的漲幅跌回來而已 費城呢 7% 這個也是7% 也是一樣 所以 你們會被昨天的標題好不好 嚇死一下 回答又暴跌 可是你要想回答前一天漲多少 那昨天你說跌6% 很多嗎 當然很多 可是 我跟你講真的 太多因素了 最近很多因素 我早上也對我的會員講 其實當我講 我本來預估了 7月整理完了 8月要去漲 可是沒想到怎麼樣 今天怎麼又下殺 尤其現在大盤 快要1000點對不對 殺到最低 好像開低 又再走低 要收最低的感覺 這種氛圍 同學 我必須講 如果你現在已經滿檔的人 你現在這個氛圍不要再去殺了 你這樣去殺 當然我還是希望你持股給我看 我看了怎麼樣幫你們換股 不要說殺不殺 就是要換一些接下來要漲的強勢股 那如果你們是現金滿手的人 空手的人 我講真的 昨天也有人參加我會員 昨天也有人參加我會員 他也是 他只剩一張紅海 那昨天參加 那今天就等買股票 對不對 今天殺下來怎麼動作 對不對 人家就還是會有人 現在是現金滿手的情況 所以這裡啦 現金滿手的你 好不好 要知道要怎麼動作 來找我 那我回到這邊 昨天其實真的 很多因素 那我必須再講一下利率 現在你說 又是覺得利率的關係 對不對 利率的關係 投票 我必須講 真的這兩天 我現在開始 有分析師在講我之前的想法 經濟數據疲軟 所以股票其實不一定會漲 因為大家都覺得要降息 那要降息就是因為經濟數據不好 這個我講了好多好多次 現在真的有人 跟我的想法一樣 我今天早上也聽好像兩個 在那邊跟我講這種東西 跟我的想法一樣 所以你不要覺得降息好不好 因為景氣不好 不要覺得一定就是漲 當然現在反應 經濟數據不好 這第一個 那再來 再來主要還有一個什麼 財報 我現在講的是美股 一個升降息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財報 好 當然我們去估財報 好慘 對不對 我必須講 Intel 你說 不好 財源 一萬了 那我必須講 他財掉一些 他覺得沒有必要的 頭部長 我這邊真的跟你們說 不要覺得財源完 一定就是不好 當然你說 財報出來不好 營收不如預期 他要財源 可是財完這一波 他還會再增一波了 為什麼 爭AI的 好 我就講到這 他們還是會在爭AI工程師 一定會爭 你們不要就好像材料就 材料一些比較不相關的 可是真的 我自己在想 到時候AI這邊 他還是會拿回來 那你說Intel如果真的不好 對台積有沒有好 其實 我講真的對台積好像 因為有點競爭的對手 所以對台積你說一定會不好嗎 我不這麼認為 我發覺台積搞不好因此收回 那你講到財報 亞馬遜 同樣其實他 營收出來 Q2出來之後 營收財報出來 其實沒有到真的不好 是說一樣 跟我那天講利基一樣 4968的利基一樣 低於分析師的預期 所以又下來了 可是真的這樣就覺得不好 我覺得 不要這麼嚴苛啦好不好 真的人家也沒有差到怎麼樣 詳細數據你們自己去看 這我必須講 這是一個預期心理的問題 沒有真的 營收差到這麼低 真的真的 你們不要覺得好像很差 那昨天你說 好都跌 蘋果也跌對不對 可是META是漲 對不對 META META是漲的 那他在這邊怎麼講 要資本支出嘛 他還是要增加資本支出 對不對 他這邊 我這邊給你們看一下 還是 資本支出還是要大增 那這代表什麼 還是好 那你說 廣達雙紅 會受賄 我講這邊 尾影 這是今天的新聞 今天的外資的出來東西 尾影還是會受賄 那我必須講 我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說 META 其實真的他現在大型語言模型很強 那我最近也有提 LAMA3 他現在在打造下一代模型所需的運算能力 LAMA3的10倍 LAMA4 我覺得可以去看 因為他現在上禮拜 本週是公佈LAMA3.1 那當然LAMA3號稱就使用什麼 1萬6千個GPU在跑 OpenAI更多 2萬5 他們跑這麼多 那現在LAMA4他還是要推 同學 我跟你講 這些真的大型語言模型一直推出來 現在成長的速度 好不好 不是那種18個月 兩年 我有定率 是每半年以內 他就會去翻 我不要說翻一倍 就會開始去跑 效能增加多少多少 你看這邊講LAMA4是LAMA3的10倍 這個不是一倍兩倍 不是一倍兩倍 好不好 那當然現在還有蘋果 老師最近你說鴻海台積這麼差 同學我必須講 今天出來蘋果 最近說蘋果怎麼樣 你說AI沒有辦法搭上9月 可能要延後到10月之類的 Apple的Intelligence 那我必須講 台積鴻海最主要的客戶還是蘋果 所以今天當然出來 蘋果銷售還是OK 你們不要覺得好像就不好了 很多人包括今天在講 外資在上調 那些目標價出貨啊 出貨啊 那我們要回過頭來看 人家這麼多張 你說他上調去出貨 他出了一部分 佔他們的總共的多少 真的沒有多少 那投資票你們就被嚇得要死 那被嚇得要死之後 人家再接回來 再繼續上工 有沒有這種可能 我覺得真的現在就是這樣啦 好不好 那一樣 AI的資本支出一樣在逐年增加 不用擔心 其實我講了 蘋果 他AI這塊出發很慢嘛 因為他現在把電動車砍掉了 所以他全力投AI 你覺得他追得到嗎 我是認為當然以AI Apple來講追得到 可是還是要時間 你現在還是要給他時間 因為他起步太慢了嘛 他起步太慢了 那你們覺得這樣就不好嗎 我不這麼認為啦 好不好 那好 財報完了 我覺得最近真的一堆事 可是這些事我講真的啦 都是有劇本的 真的都有劇本 也不是說突發的情況之類的 財報完了 你說利生增加息的關係 現在又有碰到歐盟的 昨天就是這些東西在那邊亂 人工智慧法案 歐盟好像又要去監管怎麼樣 微軟啊 Google這些科技要去審 他們會不會又被控管之類的 那再來又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講了 你說政治方面嘛 在那邊打仗嘛 對不對 伊朗最高領袖嘛 這個就要開始對以色列去攻擊之類的 同樣這些加起來 我講經濟因素 你說真的不好嗎 再來政府好不好 政府他們要攻打來打去的 那政策 你說歐盟那種政策 又要去禁那些國家 尤其對灰打 你說好像壟斷市場一樣 對不對 我講這些弄下來 當然現在盤勢就看起來 哇就跌成這樣 真的很不好 很不好 你說台灣會不會影響 會 一樣這樣連帶影響 好收收收到真的要最低 那我怎麼看 老師 老師你不是說八月會漲嗎 怎麼都沒漲之類的 好我必須講真的有時候 好我今天的標題啦 有時候真的蹲的越低啦 好不好 跳的越高 你們要記住 蹲的越低跳的越高 不要覺得好像這樣 就沒機會了 就沒有機會 我不這麼認為 好我真的不這麼認為 好不好 你們有時候真的要去看一些 比較長遠 當然現在 你說AI吵過頭了一樣 那 我問你們 那昨天的行情怎麼又不一樣 昨天漲的時候大家解讀又不一樣 好像AI又OK了 那今天一跌下來又要去講 AI不好了 不好完蛋了 台積紅海 今天一堆老師說不要做 我講真的 做給你們看 好不好我等等講 我等等講 那這今天的訊息我都有發在 這些我都有放在我的LINE的記事本 可以你們真的好不好 下面小數NP57幫我加進來 裡面都會有一些訊息 可以給你們看 可以給你們看 那當然NPLink它現在 COAS你說現在 好就在講B100嘛 可能取消專注在GB200 有沒有不好 我認為當然它推的太快 這個是有一點 可是受惠好不好 不管它現在怎麼變 其實受惠還是台灣的廠商 我必須就先跟你們這樣講 台灣昨天其實有點很怪異 昨天外資是買超 昨天盤後 大漲 外資買超 可是人家空單還增加 所以 我講這些東西 他們空單敢增加 代表 怎麼樣 他們就是要看空 我講實在 可是會看到哪裡去 那今天這樣下殺 我講今天真的尾盤 今天結束以後 也要看下午 外資到底空單有沒有回補 沒有回補 如果還增加 不要說增加啦 沒有回補可能下禮拜繼續點 可是如果回補完 這一波這樣下來 據我所知啦 真的散戶最近真的已經殺到已經 我自己都認為已經低點了 好不好 所以真的我據我了解 側面了解 外資他們也沒有要印 印空到哪裡去 印空到哪裡去 你們就放心吧 下禮拜我們可以看 好 當然今天台達電消息很好 對不對 我講了 當然他現在講新能源相關 把他的營收部分 新能源業務沒有這麼多 降到兩成以下 其實當然會說這是好事嗎 因為現在電動車好像 成長又到了一個瓶頸 所以台達電你說把他砍掉 因為他其實在能源這一塊 電動車 充電裝之類 他佈局很多 法國 歐洲那些其實都跟他合作 都是跟台達電合作 那現在轉來你說他要切AI的要升高 散熱也要升高 所以當然外資還是在上修 我其實一直都有在提台達電 對不對 今天跌 還是很漂亮的線型 對不對 還是很漂亮 所以有時候真的 好 這邊投信一路買 其實現在真的投信的東西要看 為什麼 因為ETF全部投信在搞 所以還是要看一下 那還有金像電 好不好 金像電今天也是有提出有消息 那今天一樣全部這樣亂殺 有沒有 真的有時候 今天是有減便宜啦 你今天不敢減 你只好下禮拜要減一些 如果你還有錢的人 還有現金的人 好不好 我是認為 那我一直在講 西紅 西紅 雙紅 西紅 雙紅 有沒有 我就講了 先不要做 那當然今天下殺 我覺得也不能怪他 跌停對不對 跌停 可是還是有人在買 我認為好不好 再看一下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我就講了 大戶散戶數這邊其實我現在覺得沒有那麼漂亮 尤其是雙紅 尾盤上下殺 老師你股票怎麼辦 我講了 我不會像其他分析師永遠只在那邊講好的 我也講過了 我出來我就是不想要這樣的 所以長我會講 跌我也會講 我不會去跟你們 老師你永遠只講好的 我不希望 我真的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變這樣的一個人 好不好 跟我的想法什麼都不一樣 好不好 那當然我講 早上我還是傳給會員 簡訊的部分 因為太多次了 每邊沒有幫我全部放進去 我講真的就經濟數據 財報 還有我講了人工智慧法案 那還有第四個 第四個是就是戰爭 這些弄起來 全部集合在一起 砰 那投票 我先講這些東西 外資他們其實當然 不要說外資 有錢人大陸他們其實早就 就會覺得就是在整理 整理完就是要下來 下來完 可是當然還是繼續做 我昨天 我在我LINE裡面好不好 我LINE一定要加 我有些講話你們要聽 8月1號 昨天禮拜四 那你說今天 還沒開盤就知道 一應大漲 果不其然 今天收跨率最高 漲了442點 台積根懷也跳空上來 是不是又要再攻上去了 我必須講 不管是台積紅還是大盤 我昨天還有講一個什麼 唯獨量能沒有爆量 要觀察會不會拉回整理 要觀察會不會拉回整理 當然是我講也沒關係啦 8月聽我的會上漲一波 先賺這波 那今天這樣拉回 我早就講了 我昨天我也講 我先說 好的我很希望跟大家分享 那壞的還是要講 那壞的還是要講 今天這樣子下來 我也昨天就先說了 量能沒有爆 那今天呢 我們先看大盤 今天量好像有出來喔 對不對 好像有比較在出來 那當然也沒有像前面那麼多 可是開始有出來了 台積電呢 有出來了 同樣有出來了 來喔 紅海呢 哇這個出更多 開始有量了 你說要下山賣 外資再賣都好 沒關係 可是有出量 恭喜有人再接了 好不好 我就這樣講 我就點到這裡為止 有出量了 有出量了 所以你們不要再去 很多人現在台積紅海不要碰 不要碰 一直在那邊講 好不好 我覺得啦 我是不是這幾天 我有做這個 同樣這一張 我跟你講啦 好 我跟你們講啦 我第一階段的介入價又回來了 第一階段 本來已經過了 昨天想說 應該不會拉回來 過掉了 看後面就好 看再介入跟終極就好 結果 好 介入價又回來 你們加我的LINE 小水米57 剛看到的也好 五六日你們剛看到的 加我LINE 再介入價 我跟你們說下禮拜 我要再進去做 我要再進去做 為什麼 很多人說現在不要去講這個 不要做全職股 我就做給你們看 我做給你們看好不好 這個東西 介入價我放在我LINE裡面 你們去看都有 可是目標價好不好 你們留個電話 或者是打電話進來 不然就是加我的LINE 再留個電話說要台積紅海的目標價 我才有辦法跟你們講 因為真的 這也不是我政府規定 你說目標價就是不能去講 有點預測 所以你們要你們來電 好不好 這個東西來電 介入目標價我電話 我跟你們講 留個電話 加我LINE留個電話 不然就是直接撥電話 2564365撥進來 然後直接跟我說 我會給你們這個 真的又回來這種 算撿到便宜 我這樣講 本來講說要等再介入價的東西 結果又拉回來 真的撿到便宜 撿到便宜真的 那真的你們假日好不好 五六日可以一起來動作 好老師 真的光通訊 他今天 波羅也很弱欸 對不對 很弱欸 又跌回來你說漲到170 昨天漲到170 今天又棒 又跌破160了 你好像輸錢之類的 好 我講真的 你們不要只看一天兩天 我在做股票我也不會說去 我一準一天兩天 我就跟你們在那邊講 講一堆 對不對 那我這支我講兩個月了 今天跌停對不對 我還是敢講 我講兩個月 上來整理上來整理 那我還是天天講 所以不要覺得好像跌馬上就不好 光聖 同學我講了 昨天我也講 他今天最後一天 下禮拜會打開 今天早上還有上去 到多少 七五六趴 七八趴 七趴左右 六趴 然後最後下來 上去又下來 那下禮拜如果真的 解禁了會怎麼走 那現在會不會很多人在講 有些股票被關 關緊幣好像不錯 沒有受到大盤的影響 有沒有這種感覺 這十天來 你說大盤影響下 結果一路又逆勢上漲 對不對 那你們要怎麼想 有時候很難講 話不要說的 怎麼樣這麼死 會不會繼續漲 我們可以看 現在收盤了 最後尾盤又收上來 四百八 好像又快五百了 我覺得沒差 對不對 但我成本前面夠低嘛 夠低嘛 就繼續漲 那波羅威呢 我們也可以繼續看嘛 所以 特別我必須跟你們講 你們真的找不到這種老師啦 掌也講 疊也敢講 那掌不會去天天亂講 掌停板 沒有就沒有 今天沒有就沒有 不要繼續講 對不對 我不會去這樣子 你們放心 啊老師你精彩今天跌停 我老實講 今天跌停 其實 我自己認為啦 還不錯 你不要老是跌停 你要賠那麼多 我是不是講 我後面買的215 今天跌停好 還有225 還有225 我昨天去算那些 賺多少錢 16%嘛 昨天你們有加我爛 16%嘛 第一波賺72%嘛 這是真實的 我也不是亂講 今天拉回來 扣個10%也剩6% 剩62% 當然去算可能剩60% 剩不到10% 那 沒有看一天而已啦 這個是沒有人敢跟你講 我講 昨天一堆分析師開始又在講精彩 創新高 在講精彩 昨天一堆在講 今天跌停又沒人要提 我還是講 這我的股票 我就這樣 就這樣 要講再多嗎 我覺得 我們看看 打到跌停 我還是要講 那漲上來的時候咧 又誰跟你在提的 好不好 真的 輪動很快啦 真的 短線啦 跟著我 能穩穩獲利 短線我還是會買 強的 去買強的去追 可是追的能不能賺 可以嘛 這差別 好不好 真的 強者很強 要勇敢追逐強勢者 來跟著我動作 我覺得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立即也很弱欸 對不對 老師立即也很弱 跌破了 是不是又回到前幾天的低點 一樣嘛 那會不會又再上去 我們可以看嘛 神盾欸 今天也很弱欸 破線完全破下來 對不對 老師你 對 我講了 漲我會講 跌我會講 不會去那邊 跟你們 啊 好像跌了就不關我的事 好 我必須講真的 今天這種大盤影響 看遠一點 微影也是欸 對不對 老師 你說你要做千金股欸 高價股我也在做啊 啊 結果呢 又跌回來怎麼樣 跌回成本下 對不對 我買嘛 上去 啊 賺錢高興 沒出 又下來 我們可以看著啦 我覺得我們 有些東西就是可以看嘛 那你們不要覺得 這樣子就 代表一定不好之類的 對不對 那老師 你今天全死欸 我講實在好不好 我手上 你說信銀間應該夠強啦 尾盤殺下去沒錯 可是 有沒有先上來 有 他有先上來 啊 也是逆勢嘛 那我成本夠低嘛 我說 這邊買的 現在 啊 你說跌下來這裡 又上來了 現在又下來 今天這種盤 有些要把握 要把握 好不好 那還有這一支 協議機 今天應該算是最強的 當然你說啊 老師 我剛剛看尾盤好像不好欸 我講啦 整理很久嘛 7月19橫盤整理 7月19我就在講 我就在講 7月19 7月19在哪裡 這一天啊 7月19這一天我就說怎麼樣 持續整理等出量攻擊 好不好 一路沒量 怎麼樣 我話我都先講在前面 這跌下來 當然 老師你都沒有停損欸 怎麼辦 你這樣做不好欸 可是我有把握嘛 等到行情一好是不是馬上上來 今天大跌還是收紅 持續 我7月19這邊講喔 等出量攻擊 都量說量說不用怕 一出量今天就上來 那當然你說沒有很漂亮 開那麼高 走上來 開低走上來 10點又當沖一堆啦 就沖掉了 就沖掉了 好不好 那有沒有站回所有均線 有 其實真的 我是好像國軍入主嘛 利用協議機去賣更多那種機器手配 這搞到協議機變什麼 變到機器人的題材去了 就這樣 所以 那你說今天機器人很強 對你說 啊老師你之前做的影漢也漲停欸 對不對 好像夠強嘛 那高峰 羅森 對不對 索羅門今天都很強 好 那我協議機其實我覺得也可以 那尾盤收的不漂亮 沒有關係 我不是只有看一天兩天 好我就跟你們講 有時候做股票真的啦 好不好 真的 真的不要去看一天兩天 那我也不是說 今天你進來 你如果跟文綺我 一個月行情都不好 我就讓一個月都沒賺 也不會 我短線的東西還是能做嘛 好我講了 漲我會講跌我也會講 我怎麼做 我就怎麼說 這個你們應該相信我吧 到走到今天來這樣 大盤跌我還是講 我的東西 對不對 我有去跟你 什麼漲停多厲害多厲害 沒有 我不這樣講 我不這樣做的 好不好 很多人在你講 很多人都在騙會費什麼的 我講我不會這樣 吹牛啊 唬爛什麼 我不這樣做 好不好 那我講 為什麼我會覺得看好 因為 同學你們真的一賣掉 系統賣掉就漲停 有這種事 就是有這種事 31號的時候 就是有你們這種人 這不是我叫他賣的 他自己在那邊亂賣 一停損系統 所以就漲停 就是你們這樣了 神機世界 我講了 123 146 什麼意思 123就是要最高點 146 最高148 同學你們買股票 就是買在最高點 賞戶你們 我不是要罵賞戶 可是你們就是要這樣追 就是要這樣追 好不好 真的 我覺得真的 又超跌了 老師你7月底說超跌後 超跌行情有超過你的想像 那現在呢 有沒有超跌 今天有沒有超跌 你們自己講 最後跌1004 哇1000點 又一個紀錄 又一個紀錄 超跌 我們話就先講 不要等漲上來好不好 你們又再 啊沒買 好不好 勇敢一點 你們要勇敢來恐懼 真的 勇者無懼 跟著我好不好 你們跟著我 我講昨天會員 又有新參加的 我很高興 今天大跌 機會來了 因為他現金滿檔 機會來了 好不好 這一支 我想我持股之後還沒公佈 快可以公佈了 今天也很強 也是逆勢啦 抗漲 好不好 快可以公佈 這個真的 台積紅海啦 我想假日五六日啦 你們來拿 你們來拿 我給你們 你們加我LINE 跟我說要台積紅海的目標價 留電話 介入價已經在上面了 好不好 174朋友 目標給你們留個電話說台積紅海的東西給我 我會給你們 低價中價高價都來好不好 這些股票真的擋擋賺啊 跟著我 我覺得真的有辦法 那當然還是要強調持股診斷 你們可以持股來 我幫你們先看過 刻意下沙啦 在洗籌碼 蹲得越低真的就跳得越高好不好 把握 怎麼樣 怎麼樣把握每一次拉回的機會 我的LINE 小水M57 一定要幫我加進來 好不好 把握每一次拉回的機會 祝各位投資朋友 超出算力 我們下週再見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特别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我們下週再見